不管怎麼喊 前方騎士就像沒聽見 不斷往前騎 但看看四周 這裡是高速公路 機車怎麼會騎上來 從騎士視角來探 紅斑馬載後狂閃燈 機車不但不停 後方乘客還拿手機錄影 和國道警察玩你追我跑 乃美少年吳兆 梅丹安全帽又騎上國道 但他們不是不小心 而是出於玩樂心態故意違規 而警方攔查他們的時候 還刻意不配合 兩名少年十二號上午六點 被民眾看到 出現在國道一號南崁路段 沒戴安全帽還拿口罩遮車牌 警方獲報後通知交控中心監看 並派巡邏車實施攔檢 在五谷路段發現這輛機車 不斷使用擴音器和指揮棒 示意停車 但騎士就是不停 警車一路尾隨到三重路段 最後和其他支援警力 把機車攔停在出口雜道 騎士還擦撞警車 聽了解駕駛人出於玩樂心態 行駛國道 並不服從指揮警察 後續依公共危險罪 妨礙公路等待會侦辦 過去有不少機車誤闖國道的案例 警方提醒這時 因往外側車道移動 點亮大燈不要熄火 報警求助 但這回兩名少年 是故意騎上國道 還騎了二十多公里 一道交條例危險駕駛 最重罰三萬六 無兆駕駛最高罰兩萬四 由於是未成年 警方通知家長到場 得替他們小孩收拾爛攤 還有幫忙繳罰單 TVBS的玲瓏錦玉琪 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